欢迎收看本周的小姐姐在上海 我现在正站在制造局路和西陵家宅路的路口上 这个地方有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店 叫做红野海南鸡饭 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都说明星开的饭店各种高大上不接地气 那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家走日常食物 实惠路线的饭店 他的老板就是上海著名主持人丁晓峰 你好小哥我今天很有钱 我想把所有的特色菜都点一遍 看到左下角鸡油饭就很兴奋的鸡油饭三个字 听上去就很像鸡油饭 吃过了之后你就是好鸡油 一只表情很到位的鸡嘛 据说这个鸡是请了一个上海的油画大师画的 虽然我看不出大师不大师 但是能够看得出是一只鸡 后面戴白帽子的那个就是丁晓峰 就是老板 不好意思和他说话 是我一个人吃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至少是有三五个人一起吃 来吧 让我来介绍一下这桌菜 首先它的特色 海南鸡饭 这个海南鸡说起来是海南的菜 其实它是应该是东南亚菜系的菜 所以这家饭店是特意请了 从泰国来的师傅做这道鸡 用的不是三黄鸡是二黄鸡 三黄鸡跟二黄鸡比起来呢 就是要再稍微腥一点 就吃到那种血味 但是二黄鸡因为选材的原因 它会鸡肉的味道吃起来更加清爽一点 然后这个对我们吃的差不多的酱料 辣酱 蒜泥酱和酱油 这个酸甜酱呢 是学家店的特色 是专门请了泰国的师傅 做的泰国口味的酱 这个黄色的米饭 是学家店的特色 鸡油饭 它是拿着鸡的油炸出来之后 和饭拌在一起 然后再拌上一些泰国的香料和咖喱 做成那种带椰子口味的泰国风味的饭 它用的呢不是泰国香米 泰国香米我们这一带是吃不惯的 所以它用的是东北的五常大米饭 吃饱喝足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结束了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姐姐在上海 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点击下方关注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